您现在收听的是 南摩第三世多结羌佛说法 借心经说真谛节目 若惠法师 美国旧金山华藏寺住持 南摩第三世多结羌佛弟子 生于信佛之家 自幼如染佛法 常养向道之志 1979年法师于年华正圣之际 在台湾李千佛山菩提寺 白云禅师座下出家 法师学佛不拘一门 而能生气佛教经藏义理 通习各教派理论 出家之后数年 进入台湾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深造 1990年 以金刚般若波罗秘经空艺的研究为主题 完成硕士论文 1996年 若惠法师赴美参访深造 数年之后 法师以律己德行及言传深教 于2004年在旧金山华藏寺开寺 容认该寺首任监院及副主持 2015年 升任华藏寺主持 多年来着重教育工作 为佛门培育出许多优秀弘法 与寺院管理人才 为美国民众和世界的慈悲 幸福 安乐 众生的福会圆满 解脱成就而努力 欢迎我们的听众收听 借心经说真递节目 我们这期的节目呢 真的是非常开心 我们再次又请回了若惠法师 我们先介绍一下若惠法师 他是美国旧金山华藏寺的住持 在这里我们先和法师问好 若惠法师你好 小卫好 各位听众好 上一次再上节目到现在 也有一段的时间了 我们其实的听众可能也很多 在学习佛法方面 也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想可能跟您第一期 在跟我们探讨的一些问题 可能你会感觉到 听众他们学习的程度有提高了 这个也是你们应该最开心 能够知道的吧 那是当然 尤其又经过了这么一年多的播出 我相信他们不但佛学基础 还有他们的佛法的知见 应该都会提高不少 对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用心 你要去学习才会有这个成果 不是有一句话说吗 你的时间放在哪里 那个地方 他就会有你的这个成果看得见 我们戒心经说真地 这个节目自从播出之后 我们真的是持续收到 很多听众的反响 那他们会通过不同的方式 可能会到寺庙 也会透过 一庙的联系 甚至有的是托朋友的朋友 那我也知道 戒心经说真地 这部的经书的主体内容 是根据三十年前 那个是一九九二年 农历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 拿摩第三世多结枪佛 在行园金刚弹成所做的 这个佛法开示的录音记录 然后整理而成的 那时间一晃二十多年之后了 那出版才根据这个音档 在2014年出版成 戒心经说真地 这部的佛书 对吧法师 是 主持人说得很正确 那在这里 其实我简单的介绍 我们佛陀师父 他说法的法音 以及 戒心经说真地 出版成佛书的音缘 那么第三世多结枪佛 几十年来 在不同的国度 不同地区 一直在为不同的种族 各道众生 应激随缘说法 那如来法音 所到之处 度身无数 这部《戒心经说真地》 这些圣迹 是佛法解脱的真地 其实佛时几千年来 很多佛菩萨 化现的祖师 都讲过 佛若空性 开示过心经 但是呢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把人生宇宙的真地 讲得这么通俗易懂 讲得这么透彻 并且呢 结合不同层次的修行人 遇到的问题 告诉大家 如何一步步去实证 般若实相 那么第三世多结枪佛 是佛使第一聚圣 没有其他的圣德做到过 这不是我讲的 而是聚圣德们 在攻读了 《戒心经说真地》之后 共同的心生 所以呢 《戒心经说真地》 是第一次出现的 这么精妙至高的 佛法至宝 凡是虔诚 恭敬 敬修佛陀 这部佛法 具著的佛弟子们 都各自有着 非常深刻的受用 各获殊胜法义 成就之果 现在大家呢 有缘能学习到 这部佛法具著 那真是无上的福音啊 对 法师您刚才就有提到嘛 把人生宇宙的真地 说得如此的通俗易懂 然后讲得这么的透彻 这个是我有亲身体会的 其实也是一个 很特别的因缘了 那我自己有机会 能够录制《戒心经说真地》的 这个有声书 如果不是的话呢 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在什么地方 才会有机会接触到 所以我也会真的体会到 原来佛法好像没有 我以前想象中那么的深奥 字句当中它的理解 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困难 另外我也在录音的时候 也发现了 有一些当时 南摩枪佛对于弟子说法的时候 因为他有提到一些预言的部分嘛 那就像当时 就说已经提到 他说当年提到的20年之后 会有这一本佛书的出版 那也提到这本佛书出版的时候呢 会感召佛陀降下真正的 佛土甘露 加持这本佛书 而这些预言也都实现了 而且当时好像也有报道 对吧 是的 的确当时都有报道 佛陀降下甘露的那一场法会 我自己本身也有参加 确实佛法不可思议 非常的殊胜 戒心经说真谛 实在是至高无上殊胜的经典 慈宝书在2014年 扬历3月7日 在美国圣基寺首度举行加持法会 那么在法台上呢 供奉了戒心经说真谛 经典宝书 以及由七众行人呢 念诵修持的六部大法 及圣咒和文书法水 杨芝等 前方呢 存放了46枚 准备法水加持的 戒心经说真谛 首发是印章 那当时 陆东站词人加措法王 把他亲自从 HHD三世多结枪佛 那里请到的紫金铜波 护送到了圣基寺 存放在精美兼顾 花钢石雕成的祈福台上 由老法王陆东站 和八十多岁的开出人波切 以及二十岁的贡嘎人波切 主持法会修法 陆东站法王呢 把波亲自交到 开出人波切手中 经过祈祷后 沐浴谈成 再由共感佛佛呢 打上清水 当众喜波 奉上祈福台 这次参与者呢 全都是 仁波切 法师 阿奇里 大家呢 十分虔诚地 开始进入 念诵六字大明咒 和心经 法会开始呢 大概十几分钟 空中突然狂风卷起 呼啸鸣响 诸圣护法驾铃 但是呢 挂在 唯壁上的黄帆段步 竟然没有吹卷 此时呢 弟子们 各自看到了 不同的圣境 那书圣是无法言喻的 那么等到 荆咒停下来的时候 共感仁波切正 准备将六杯伐水 汇入中央波中时 他突然穿过 透明波盖 看到波内 出现光芒 他定睛一看 原来波内 竟然有非常多的甘露 此时惊喜之外呢 纳头变拜 请客当中 会场一片喜乐之境 各自纷纷进到波前观看 那有人呢 看到的是五彩色 有人看到是紫红色 也有人看到是白色 形体呢 非人间物相 美妙玄体啊 那么大家呢 惊喜赞叹 经过一阵心情喜乐 欢叹 最后呢 六杯伐水 终于贿入甘露 成为甘露领衔的七支圣水 陆东站法王将羊枝浇上圣水 撒在首发式印章 加持印尼印章 并敲响紫金铜波 以表法音 传遍天际法界 利益六道众生 福会圆满 虽然HH第三世多杰羌佛 没有道场修法 但由于佛陀所说 借心经说真谛 经典所在处 有宝树的无量功德佛力 感召了佛将甘露 一切无上殊胜的圣迹 彻底证明了 HH第三世多杰羌佛 借心经说真谛 是至高无上 解脱成就的佛典金藏 谢谢若惠法师 又跟我们重新回顾了 在当时的很多的一些细节 我们感谢 也科技给我们很多的听众 都有这个机会 借心经说真谛 现在每周有一次这样的节目 如果错误了节目 还可以上网去重听 所以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 然后在你可能 最有可能的时间跟地点 现在我们也都知道了 就是你可以就是透过这个高科技 也可以去听到 借心经说真谛 好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回来过后 欢迎我们的听众 继续回到我们的 借心经说真谛节目 欢迎我们的听众 继续回到 借心经说真谛节目 我们这期节目的特别来宾 继续邀请 美国旧金山华藏寺 住持若惠法师 在我们的节目 法师 我们是不是也借这个节目的机会 也请您分享 拿摩第三世多节枪佛 一些五名展现的部分 因为听众除了可以听 借心经说真谛的有声书之外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作品 好的 之前小伟也有在节目中 有提到就是拿摩枪佛 运雕 书法 油画 等艺术的作品 这些都可以去北加 旧金山的美国国际艺术馆 或是到南加州 科维纳市 第三世多节枪佛文化艺术馆参观 但是在这里 我就特别给大家举一个 佛陀师父五名之一 声明中的例子 佛陀的智慧 是无碍圆融的片质 无所不适 登峰造极 经世骇俗 早年间弟子们就多次恳求 枪佛师父教示声明中的音乐歌运 因为佛陀师父的音韵非常丰富 音韵奇妙而无限 佛陀师父的歌曲是 即时复诗 出口成韵 根本没有乐谱稿子的 而且风格各异 变化无穷 发微妙音 做狮子后 无论是优雅婉转的美妙旋律 还是山呼海啸 激荡乾坤的雷鸣之声 都达到吉祥梵天 音苍起 雅俗歌奏 妙音和的境界 在1995年 天王巨星张学友 还有喜瑶根登仁波切 代表众多弟子 写了一封 恳请恩师的公开信 信中说道 您在诸多领域内 为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 现以为世人所了解 并深受其意 但由于您从不向外声韵 因此在音乐歌唱方面 脱臣高雅 韵至天人的造诣 还无人了知 为此我们虔诚恳请恩师应允 将您的歌声布衣于世 以给人们带来吉祥昌盛 欢乐幸福 这就是当年佛陀师父的歌集 西式绝唱诞生的音缘 歌集中收录了南无羌佛的歌曲 三十多首 分别是西式绝唱三集 还有诗词精选 哲言精选 六字大明咒 波尔波罗密多心经 还有西式清唱等 这些歌曲都还是佛陀师父 办公室工作人员 三十多年前使用 普通磁带录音机录下来的 后来呢 经佛陀恩师 恩准提供出来 由音乐家毕小士配乐录制后 得以面世 也正是在为佛陀师父的清唱歌曲配乐当中 佛陀师父的音乐造诣之高 音准之稳定无差 使这位音乐家大为震惊 他表示 这是任何中国最著名的歌唱家 都无法一次性做到的 出于对佛陀师父的无比敬服 毕小士进入了佛门 成为佛陀师父的一位弟子 刚才听若惠法师介绍 那就很明确 张学友就是佛教徒 我那时候到第三世 多杰羌佛文化艺术馆参观的时候 我还看到有一张 好像是张学友去见 多杰羌佛的一张合照 还是什么 有一张照片 还有刚才若惠法师也提到 毕小士 毕小士是一个 我当初入行做媒体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分量 资深的中国的音乐人 可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佛教徒 而且是很特别的一个因缘 所以这个也就证明 你看他们两位在音乐领域 如此有分量 都对于第三世多杰羌佛 有这种无比的敬佩 还有给出他们的肯定 那就可想而知 在音乐的造诣上面 对吧 南摩羌佛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了 对这是一种声明的表现 对对对 那其实南摩羌佛的妙案五名 佛陀师父的无上智慧的展现 一切都是用来利益救度众生的 佛陀师父的这套歌集 于1995年正式出版发行以来 第一帮助救度了无量的众生 那在福建有一座寺庙的老住持 他已经瘫痪在床多年 那当他听到佛陀的歌声 早已经瘫痪的下肢 竟然开始产生知觉 他顿时老泪纵横 把弟子们叫到床前说 你们一定要找到这位大师 要跟他学习 很多佛弟子的实力 报告其实都纷纷表示了 他们个人的各种病障 烦恼困扰 听到了佛陀的歌声后 竟然病障烦扰都消失了 不治而遇 恢复了正常状态了 经过若惠法师的介绍之后 我相信应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好奇 我绝对相信现在听众也跟我一样 都充满了好奇 法师请问 有机会会在节目中播放 南魔腔佛西式绝唱里面的作品吗 好了 因为这个节目是借心经说真谛 所以我们就会也播放 这个心经CD里面的一曲 那么今天也是今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我们也希望这首 波罗波罗蜜多心经 也给人们带来吉祥昌盛 欢乐幸福 太好了 那就请我们的听众 现在就静下心 我们来一起欣赏 南魔腔佛亲自唱诵的 波罗波罗蜜多心经 我们来一起欣赏 南魔腔佛亲自唱语的 波罗蜜多心经 我们来一起欣赏 南魔腔佛亲自唱语的 波罗蜜多心经 我们来一起欣赏 南魔腔佛亲自唱语的 波罗蜜多心经 南魔腔佛亲自唱语的 波罗蜜多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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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咱咒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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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